这是一个不敢生病的世界,每个人心智肚明,不是每部电影都能勇敢的拍出来,说出来,直到我们看到,我不是要神,这部影片,看得中国的进步,我们敢于触横一些,我们会莫如深的题材。 他们负重迁行,他们苟延残喘,他们因为病或者亲人病,求药,穷着,活着,他们每天想着都是怎么活过今天,活到明天,生活中,他们放弃工作,放弃尊严,直至放弃生命,他们扛着,熬着,挺着,无数在流满面的夜晚,无数伤心欲绝的呼喊,所有的努力,都是为了争一口气, 活下去的一口气,影片中,江湖大骗子张长林的一句话,倒进了他们的心酸和痛苦,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,就是穷病,片中的一位白血病患者,在哀求警察,不要继续追捕走私验度访制药的人的时候,说出了一句能让任何人动容的一句话,房子被吃没了,家人被吃垮了,警察领导,谁家没个病人, 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?每个社会都有病,最怕病穷了,和穷病了,一部好电影感觉触碰社会的病,只为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,这是我觉得这部影片值得豆瓣评分九分高分的第一个原因,此外,第二个原因,就是一群好演员的付出,通过一些细节就足以洞察, 一,薛征,程勇,小人物的英雄蜕变,薛征说,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内心的转变,一开始是想自救,想赚钱,在过程中见证到了生命的脆弱,主动站了出来,薛征扮演的落魄的保健品商败,粗糙,忧逸,功利,一心只想着能赚点钱来解决,他所面临的生活困境, 直到他走进一群人的困境,并成为这种困境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,他从自我,到往却自我,从自私走向无私,人物的情绪及内心表达极具张力,一个细节镜头,记得陈勇在抓的时候,警察把他的脸按到地上,他一脸坦然安详,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要乡逃走的病友们,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, 他的脸开始挣扎,扭曲,变形,此外,不得不说的是,薛征,你直退虫的幽默,在这部影片运用的非常自然,而王传军,吕受益,一边是希望,一边是负担,为了希望,还是选择将自己和负担埋葬,王传军为了引出白血病人虚弱的样子,减重二十斤,而为了病重后的戏份,更是两天两夜不吃不喝, 不睡来寻找状态,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,看到儿子第一眼的时候,他就不想死了,但他离世前看的最后一眼也是儿子,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,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,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, 吕受益选择了一条很多病友都会走的路,为了希望,亲手将自己埋葬,三,谭卓,四,会,为了孩子绑开了自己,放下了一切,影片中,谭卓的钢管舞专业又好看,也很香艳,可是不善舞蹈的谭卓鼓愿钢管舞,为了在电影中呈现给大家二十秒不到的舞蹈, 他从临见学,练习两个月,才带给了观众较为专业的表演状态,据说,为了在片中最完美的表现出钢管舞,谭卓练到脚舞折,并且留下了后一张,高强度,高密度的训练,让谭卓的膝盖永久性损伤,两个月只为二十秒,影片中有一个细节,当勇哥出头脚续领班,领班跳舞的时候, 然后,思慧起哄声音最大,喊脱裤子的时候,充满了恶狠狠的发泄暴富意味,当勇哥看向他的时候,思慧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,这种眼泪,可以想象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,勇哥在一刹那,有了想要他的冲动,在送他走的时候,就在沙场的思慧自然能够感受到,一开始极力推却,后来发现实在不好拒绝, 带着勇哥回家,勇哥正在房间未即将到来的一夜景兴奋时,思慧的女儿推开了门,当他看到成勇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,他既不惊讶,也没有好奇,眼神中表现出了与年龄不复的冷漠,说明成勇不是第一个来他们家的男人,妈妈以往也带过陌生人回来过夜,他很讨厌和反感这些人, 对于很多客人来说,孩子败坏了性质,相信一定有其他客人埋怨过,所以,思慧才会主动说,你要是介意孩子,我们去楼下宾馆 好在成勇读懂了女孩的眼神,他推开了准备以身报恩的思慧,然后,成勇捏手捏脚的出门,并且说了一句,别吵到孩子,思慧关上门以后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,成勇和他以前的客人都不一样, 他是唯一维护他的尊严,考虑他孩子的感受,唯一把他当人看的人,从思慧看到领班叫脱衣舞速展现的悲愤,说明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,谁会喜欢大众面前跳钢管舞呢? 可生活就是这样,为了白血病的孩子,思慧从跳一支舞,倒脱一件衣服,再倒带男人上床,一个单行妈妈,为了女儿,他,抱下了他能抱下的一切 四,张宇,黄毛,好勇斗狠不要命,但中山里信,黄毛是病人里,唯一自始至终没有戴口罩的,也是唯一一个好勇斗狠不要命的 他在屠宰场工作,那是一个多么有军的环境啊,但他不怕,不畏,他总是以后都被眼神看待世界,但他对病友却仗义相待,张宇也跟自己加戏 在纪录片中,他提到在老宇追悼会上,他要来一个橘子,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吃,边哭边吃,无声而有力量 在码头开夕阳的时候,黄毛走在程勇身后学狗叫逗程勇,似乎也暗示他中选属性,为他认为仗义的哥哥,他就是忠诚无敌 黄毛曾经跟程勇说,车让我开一下呗,程勇说,你开个屁,黄毛说,开一下又不会死,第一次开车,然后就死了 后面为了掩护程勇,不惜自己开车冲到警察面前挑衅,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五,杨新明,牧师 这个牧师内敛而不是有趣,为所有不是勇敢,是不是这两句英文,充满了小知识分此式的魅力 吃散火饭的时候,杨新明觉得牧师作为傻者,他能够理解程勇 所以,他表现不是那么激烈,而是默默站起来,说了一句,愿主保佑你 简单,有力,可以说,好演员撑起了一部佳作 哪怕是小小的配角,片中的旅去在家宴上,把婚菜调化到了程勇跟前 一个小细节展现对恩公的感激 然后又满含热泪的,虔诚的只是着程勇的眼睛,敬了程勇一大杯酒,直接干掉 这种细节,逼近生活,王燕辉扮演的卖炸妖的张长林在最后被抓的一刻,实现了一个善意的反转 这说明人性的光辉,一直都在,片中还有一个关键道具 那就是口罩,口罩象征病人们的心房 程勇刚开始推销印度药,病人们戴着口罩 口罩是病人和这个世界的一个屏障 程勇第一次和病友群群主门谈合同的时候,要求大家摘下口罩 因为他觉得大家不尊重自己,后次会解释,这是有局环境 程勇嘴上一脸嚣张的说,行有之事吧,那你们走吧 吕兽一是第一个摘下口罩,大家在一片压抑中,纷纷摘下口罩 然后可声四起,程勇也悄悄的掐灭了烟 老吕死了以后,程勇从吕家出来,楼道里的人看着他 大家都戴着口罩,并都对他一脸冷漠 当程勇在球车里游街的时候,人们自发主动的摘下了口罩 象征大家对他的致敬 人,对拥有大爱的人,不设防,愿世界更好 人人以正面面对彼此,面对世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